哈喽大家好是阿方 前两期带大家看了一对啊 黄花梨全老料的紫油梨圆角柜 那本期带大家看一对啊 黄花梨老料的面板 镶嵌老干料的一对圆角柜 非常精致小巧的高度 1名16的小圆角柜 面板啊 两张圆角柜的面板 一目四开非常漂亮 而且经典少见的树头料 满水波纹的 这四张面板啊 真的是尤为罕见 做黄花梨啊 这么久的话 很少有看见 这么漂亮的水波纹赌板 这对圆角柜的四张 千层水波纹 一目四开的黄花梨赌板啊 光是这四张板的价值 已经是超过了20万 所以打造成这么一对 精致的名式圆角柜啊 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包括水波纹 是在黄花梨里面 一直比较开门 受欢迎的一种纹理 所以做出来的 黄花梨家具成品啊 也是极具震撼的 视觉效果 整对圆角柜的 其余边框顶端 全部采用黄花梨老干料 并且侧板也是通板制作 那有些圆角柜呢 中间啊 会打一条横杆 他们是做两层的 这个是为了省料 我们是通板制作 黄花梨这对的圆角柜啊 底下的也是各做了两个抽屉 抽屉的面板也是采用 和柜门板啊 一幕四开同料的水波纹 黄花梨的老料 开料一直是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要想开出来花纹 如此漂亮的水波纹啊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哪怕是圆角柜的四个小抽屉板啊 板料非常小 但是开料的风险啊非常大 左边的这对圆角柜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内部结构啊 里里外外都是特别的干净 因为整体这对圆角柜真的是 堪称经典之作了 这里把一对圆角柜的四张柜门板啊 全部打开 大家可以认真地欣赏一下 这四张满水波纹的黄花梨读板 真的是极具视觉冲击效果 那大家如果有喜欢黄花梨家具的 可以帮阿范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观看